那么有的朋友说 这个认祖归宗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你这样是违背着咱的伦理观念 会对这个社会道德形成冲击 落叶归根 衣锦还乡 这种带着浓厚宗族气息的成语 在中国还有很多 中华民族传承千年 追本溯源 寻根问祖的情节 根植在每一个国人的心中 影视巨星成龙在自己所拍摄的纪录片中 曾经说到 他的父亲早年逃难 甚至一度沦落到上街乞讨 所以一直都不愿意暴露自己姓房 他本家因自己蒙羞 我叫房世龙 我爸爸是逃难 要饭 不想人家知道他姓房 成龙在家族中的名字是房世龙 他将儿子改名为房祖名 也是为了认祖归宗 不少学者认为 认祖归宗 除了为个人提供一个精神归宿 还对华夏文明的传承 具有重要价值 通过这种敬天法族和缅怀仙人 这两个精神生活 面延人们的精神 能够使我们每个人这种思绪 整个民族的思绪 是一种炼管的思绪 咱们可以不妨给大家梳理一下 就是我们平常这姓啊这名啊 到底都怎么来 你要说姓氏 说姓和氏是不是一回事 咱说这个姓氏是怎么来的 最早的来历是什么呢 这个姓啊 其实是玄关系一种象征 就是我们这一个宗族 然后我们这一个部落凑到一块来 那咱们得有一个共同的符号 这符号是什么呢 一开始是一种图腾 比方说皇帝叫有熊氏 假如这熊就是一种图腾 那么这熊就是我们的姓 再往后到母系氏族公社呢 这时候强调这个女性的重要地位 所以呢 你这一个种族 比方说姓姚女字旁 姓姬女字旁 姓姜女字旁 这是姓的由来 那么说氏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这姓啊 这种族繁衍越繁衍越多了 一个地方住不下来 得牵走一部分 牵走那一根是这一根的分支 那么管这个叫氏 牵走的叫氏 留下来这个原来的种族为氏 所以氏是性的分支 我举个例子 咱们经常听那个成语叫烂玉丛树 说齐美王说南国先生再那么吹烂玉丛树 就不要他了 这个南国就是氏 他姓啥姓江 齐国人姓江 江太公江子牙的后代 这南国呢是他的氏 这氏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说姓江的有一帧啊 没有住在都城中心 转移到都城啊 南边的外城了 这么三里之城 七里之郭 郭就指外城 南边的外城南国 所以南国是江 这一姓的一个氏 是这么来的 那么姓呢 是怎么起的呢 多种多样 前面我说图腾 那是一种旗袍 母系师徒公社 那是一种旗袍 后来这姓就多种多样了 比方说家里排行 伯仲书记 姓伯的姓仲的 姓书的姓记的 就老大老二 老三老四 这就是姓 周文王周武王 他的嗜号文武 这也是姓 分封到哪个祝口国来 西楚燕寒赵卫秦 这些后来都成了姓了 以当官 司徒司马司空 这都是姓 住在什么地方 东门西门南门南宫 这些都成了姓 在一个动物 植物 姓虎的 姓什么的 比方说姓花 草头的花 还有中华的花 其实跟这花是通讲 这是来自植物的姓 所以这个姓本来 它随意性就很大 不是说这一根 怎么怎么地 又如何是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起根里就是什么 盘古后遗 不是那个 就像现在我们说 日本人的姓 什么小野 三木 也是原先 说他家里有这么一块地 就叫小野这姓 说三棵树在着 就叫三木这姓 和这个其实差不多 所以这是姓和事的由来 那么由于这两样的 这种由来 后来你会发现 就改变自己的姓 和改自己的名 常有的事 就是你在所谓 血统关系 认祖贵宗 你也得屈从现实的需要 现实什么样 你可能不得已 你就改姓 甚至主动改 你比方历史上改姓的事 那多了去了 一种是次姓 你像这个 大明王朝的时候 曾经次郑成功为国姓 国姓啥是朱 所以老百姓管 郑成功叫国姓爷 还有瓦岗战上的军士 徐世纪 就徐茂公 徐茂公帮李世民 打天下成功 次姓李 所以后来叫李世纪 这都属于次姓 次姓皇上 你改姓 改不改 当初曹子健 见洛神女 曾做妇道 柔情绰态 媚于语言 以后你就叫媚娘吧 媚娘领旨 吴皇万岁万岁 万万岁 再有的是避祸 过去咱知道什么 朱连三族啊 朱连九族啊 祸灭几族啊 你要是一个姓呢 都给你杀了 一个人犯罪 那有的没办法 我就得改姓 你比方说隐姓埋名 就这个意思 而且有的呢 等于是通缉犯 据说啊 关羽关云长 原来也不姓关 在山西那犯了事了 跑到别的地方来 把原来的姓改了 冠某在老家谢良 因看不惯 豪强气压乡里百姓 一怒之下 杀了那死 从此 亡命江湖 至今 已有五六年了 想我冠某空有一身本领 却只能落到天涯漂泊 报国无门 哎 我改姓观 说脸为啥红的 没有红成那样的 据说突出沙 哎 让别人认不出来自个儿